2023国际书展继书时博览会将于11月4日至12日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盛大举办 佛陀纪念馆长如常法师热情邀约民众参与 和家同游佛馆一起读好书试好书 2023国际书展继书时博览会即将在11月4号到12号 在高永市政府的主持之下在佛陀纪念馆举办 这次有什么样非常特殊非常精彩 以及非常值得大家前来的一个亮点 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全台湾佛光山文家基金会有53部饮水书车 那带到偏向去 那观众以及民众来参加书展都会有一个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我怎么样挑选好书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非常的欢喜呢 由国家图书馆来带领呢 将观众呢做观众的演 那挑选了百大好书 所以呢你来到佛陀纪念馆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百大的好书 其实佛馆这边有规划了很多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能够利用我们公部门 以及我们民间的资源来共同促成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市民朋友 可以利用这一段活动的时间来到佛馆 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如常法师表示 今年书展特别邀请国家图书馆推荐百家优质图书 科学好好玩摊位百家蔬食摊位等 浦门中学餐饮科同学也推荐蔬食养生宴席餐 鼓励蔬食护地球的饮食新风潮 非常荣幸这次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书展季蔬食博览会 那这一个礼拜为了准备这一场盛宴呢 我们同学不眠不休 那当然我们老师文森老师呢 在这一次的书展 书食博览会也做了非常精彩的设计 他把佛光山很多有关佛光人的精髓跟我们菜肴 合而为一做一个经验的展现 那当然也要结合同学们不眠不休的制作 才完成了这一个集体创作 蔬食博览会中包括浦门中学在内 将有在地蔬食、农特产、生活差异和台湾小吃等 百家蔬食摊展收 传递健康好食观念 记者李正道高雄雄报导